Wonderland 道理监狱里面关押的最多的还是女犯 在这里还有一间叫杂间的球室 将男人和女人混关在一起 可想而知里面的女球会遭受到怎样的待遇 道理监狱里还设置了许多让人反战心惊的刑罚 而其中最为残酷的当属逍遥自带床 听上去颇为销魂 但它可比坐老虎凳、抽鞭子、打板子厉害多了 女犯们听到这种刑罚 无不蚊子色变、头皮发麻 这样的刑罚具体实施过程为 在监狱最阴暗狭小而潮湿的浴室里放着一张床 不过说是床却没有床板 是一张只有四个腿的床框架 女犯的双腿、双手被怂摄绑起来 分别系在四个柱子上 就这样被悬空吊在这张床上 这可不比无马分尸之行好受 整天悬在空中的犯人 在一天天的折磨中活活等死 生不如死 美其名曰逍遥自带床 实则是生不如死床 很多抑制和身体单薄的女犯 就这样被折磨而死 哈尔滨解放后 道理监狱被哈尔滨地方法院接管 如今这座监狱被改造 用于关押外国籍罪犯 对此大家怎么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来留言 发表自己的看法